随着红海局势持续失控 就在当地时间1月26日 一艘名为马林 罗安达号的英国邮轮穿越红海时 在亚丁湾被胡塞袭击 而起火数小时后 事情的最新进展是 印度相关部门1月27日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英国邮轮起火的画面 现场浓烟滚滚 火焰滚滚 英国广播公司1月28日称 贸易巨头托克公司运营的英国邮轮 在红海遭遇的袭击 是也门胡塞迄今为止对红海邮轮最严重的袭击 对此 美国彭博社指出 最新的袭击表明 美英及其盟国在对胡塞发动首次袭击两周后 尚未充分削弱胡塞的能力 当然 这也意味着美国牵头的旨在确保红海船只通行的繁荣卫视行动 现在彻底陷入火海 分析认为 当美国不断失去在红海海域制海权 其多年以来自诩的海上霸主身份已经名存实亡 而其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断崖下坠的同时 对于此时撕裂现象加剧的美国经济来说 无异于火上浇油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有迹象表明 多个欧洲盟友或也正在相关制裁方面与美国背道而驰 甚至也包括英国 1月29日 综合俄美等多方消息显示 根据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 自2022年3月以来 俄通过海上运输出口的石油中 约33%是在英国投保的 截至2023年11月 英国公司承保了价值1206亿欧元的俄海运石油 报告称 尽管欧盟和G7对俄石油实施了制裁 但大多数运载俄石油和石油产品的船只 由欧盟和G7国家拥有获承保 特别是英国公司承保了价值至少高达464亿欧元的俄石油 对此 报告进一步分析认为 英国虽然同意美国的相关呼吁 但对乌提供的支持和援助有点故作姿态 相当于一边用力制裁 一边却舍不得扔掉发财机会 这也意味着 美国主导的制裁行动或被英国企业在背后撕裂 不仅于此 欧盟多国对美国意在冻结并没收俄资产的行动 也正在提出反对意见 自2022年以来 欧盟 美国 日本和加拿大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央行资产 其中约2000亿美元存放在欧洲清算银行 另外约1000亿美元的资产存放在美联储及英格兰银行 对此 纪俄相关人士此前警告称 如果西方没收俄的资产将予以报复 并会没收西方国家在俄的资产后 俄官员阿纳托利安东诺夫1月26日再次警告称 美国计划没收俄在海外冻结的资产 这迫使其他国家考虑放弃美元 因为美元作为制裁工具的使用损害了其信誉 与此同时 一位欧盟高级官员本周稍早前回应称 没收俄资产是不可能的 因为一旦这样做 投资者可能会因此撤出欧元资产 他们会担心自己的钱有一天也会被没收 并且欧洲清算银行在俄也有大量资产 如果没收俄资产 那么欧洲的这些资产可能会被俄扣押 而事情的另一个新进展是 意大利央行行长法比奥帕内塔1月26日警告称 使用欧元作为制裁和争端的工具将损害欧元的形象和地位 没收俄资产将危及欧元 截至目前 意大利 德国 法国一直对涉及这些资产的举措持怀疑态度 同时选择不直接扣押冻结资金 认为使用这些资产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的投资者 怀疑自己在欧盟持有的资产的安全性 并退出欧盟 最终削弱了欧元 欧盟官员们表示 被冻结的额资产可能会在四年时间里 产生大约150亿至170亿欧元的收入 这些收入可能会转移到污 也就是说 欧盟目前并不敢直接没收额2000亿美元资产 而仅仅只是对于约150亿欧元的利息感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财长耶伦自去年2月以来先后对此表示 我们想剥夺额的收入 但还需要考虑制裁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潜在后果 我们拥有如此小规模的没收资产 但做更多的事情肯定会面临法律挑战 也就是说 耶伦已经就没收额资产的问题直接摊牌 美国想直接没收额的资产 但是为避免报复 美国寄希望于联合欧洲多国共同通过立法的形式 并将风险转嫁给欧洲 而通过欧盟多方回应来看 欧洲并不敢没收额资产 而欧洲在对额资产方面与美国出现重大分歧 背后的原因之一 正是美国近期不断失去红海制海权 2024美国经济撕裂加剧 以及红海供应链危机导致欧洲能源吃紧 在原本已被俄切断能源供应的背景下 欧洲受到的冲击非常明显 特别是英国邮轮被袭击后 数小时起火 再次为欧洲多国敲响了美国经济的影响力直线下降 如果在制裁方面 采取同美国一样的激进策略 可能未来欧洲没有实力来应对俄的报复 特别是如果未来某一天 俄乌冲突假设果真上演24小时被化解的景象 失去大量能源供应的欧洲多国将更加被动 应该说 深陷红海和中东危机 以及东欧冲突背景下 债台高筑 而又撕裂的美国经济 或正在进入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 这无疑也说明 美元储备货币和美国国债的地位双双受挫 对此 意大利央行行长帕内塔进一步称 最近中俄贸易中人民币使用量的激增在这方面具有启发意义 因为正是相关制裁推动了这一趋势 他补充说 中国贸易融资中所占的份额过去三年 人民币的使用已经翻了一番 使人民币超越欧元 成为全球第二大使用最广泛的贸易货币 额媒RT对此分析称 美元欧元西方货币在中国与俄的贸易中已基本被淘汰 因为两国之间近95%的交易 现在都是以人民币或卢布进行的 额并不是唯一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主要经济体 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美元和欧元的替代品 其中包括沙特 巴西和伊朗等多国 在世界经贸沧海桑田的进程中 全球储备货币从来就没有被同一种货币独占过 上述种种迹象也表明 今天的美元或正在成为昨日的英镑 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 美元的全球储备份额已经由上世纪70年代一度高达85%的峰值跌落至 59%的水平 相当于美元已跌去约26%的全球储备份额 而根据我们长期跟进全球去美元化进程注意到 截至1月28日 至少141个国家已经用到一种或多种方法而开始去去美元化的进程 分析认为 当美国不断失去在红海的制海权 以及多个盟友正在渐渐背离美国经济的背景下 去美元化的火苗或将愈演愈烈 特别是日本 英国 加拿大 瑞士的央行 已经与欧洲央行 共同组建了一个联合开发加密货币的小组 以便在经贸间直接甩开美元 这就意味着 在七国集团中日本 英国 加拿大 德国 法国 意大利这六国已经开始正式去美元化了 并且一直对外宣称中立国的瑞士也开始了去美元化的进程 美国金融分析机构林对冲分析称 日本英国等美国的多个盟友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去美元化 分析认为 当连多个盟友都在反噬美国并加速去美元化时 气急败坏的美国经济可能会采取更多的包括但不限于制裁 没收等方式来占据他国的资产 正如美联储自2019年以来 已经数次拒绝和阻止了德国提出运回寄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金库中余下黄金的要求 甚至美国财长耶伦本月稍早前宣布 十万家企业已加入一个新数据库 以供该部门收集企业的十亿所有权信息 他表示美国不是赃钱的避风港 十亿所有权的信息将支持我们的执法同事进行逮捕 起诉罪犯和没收非法资产 耶伦进一步称 美国财政部还在考虑采取其他措施来解决与美国商业房地产相关的风险 这就意味着美国或将扩大没收外国人房产黄金存款等一系列资产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美国金融分析机构林队冲1月22日的消息 参众两院自2023年以来 正在寻求立法 旨在阻止中国买家购买美国农田 呼吁美国严厉打击向中国和其他国家买家出售农田的行为 彭博社称 美国正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最肥沃的土地被中国和其他国家夺走 而根据美联社去年10月的一则消息表明 阿肯色州下令 一家中国机构买家放弃160英亩的美国农业土地 有分析师称 这说明美国或已经开始没收了中国买家在美国的土地资产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 外国投资者拥有3760万英亩的美国农业用地 占所有私人农业用地的2.9% 占美国全部土地的1.7% 但美国联邦向国会报告的监督机构 进行的一项分析 发现了数据中的错误 包括与中国买家相关的最大土地持有量被算错了两次 而林对冲分析称 按照美国联邦典型的官僚速度 特别是撕裂现象升级 几乎可以预见的是 美国还将允许中国买家们继续购买 并吞噬美国肥沃的土地和农田 并将大量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 和农产品源不断地运往中国买家 和农产品源不断地运往中国买家